从南走到北 从东走到西 每到一个城市几乎都能看到 美食在火焰上的舞蹈 论技法 四川西昌有火盆烧烤 新疆喀什有洪流烤肉 东北锦州有铁盘烧烤 论食材 广西百色有烤猪盐 山东烟台有烤海肠子 重庆有烤脑花 只要有出神入化的火工 一定能留住味觉记忆里 最原始和本真的味道 烧味真的难以抵挡 地处云贵高原的春城昆明 作为滇中城市群的中心 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商贸之城 既淳朴自然又充满现代气息 三万年前 这里就有人类在滇池周围繁衍生息 直到今天生机依旧 这样的城市或多或少都留存着历史的痕迹 老昆明是昆明人挥之不去的念想 食物的酸甜苦辣咸 比老昆明的建筑更有力量 在味蕾之上代代相传 在老昆明的传奇故事里 宜良烧鸭不得不提 它可是当地的传统民谣 这道菜北地难传 却更加显出烧鸭这种传统美食的真味 源自北京的京都烤鸭 在昆明落地生根后 不但没有诗其传统的真香 反而更加发扬光大 清光绪二十七年 宜良西村人刘文跟随一位秀才进京赶考 在京城闲来无事 就到隔壁的烤鸭店 观察学习北京闷炉烤鸭的制作技艺 学会了京城烤鸭的手艺 他回昆明做了本土化改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最终形成了老昆明一道经典美食 南学城 宜良烧鸭的第四代嫡传弟子 烤了一辈子鸭子 现在他把自己的手艺 传给了徒弟周西悦 宜良烧鸭的烹制过程 繁复考究 南学城觉得这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问 需要传承 需要不断钻研 虽然周西悦接了班 但南学城并未袖手旁观 他仍旧不时请教自己的恩师 杨德春 杨德春年过八旬 是宜良烧鸭第三代传承人 他得到了宜良烧鸭创始人刘文的真传 今天杨德春 南学城两位师傅 亲自前来指导制作烧鸭 每次做烧鸭之前 徒弟周西悦都要去做两个准备 首先上山采松茅 云南松又称青松 是广泛分布于云南各处的松科长绿桥木 针叶通常三针一束 云南松的松叶柔软 在生长过程中会自然脱落 被云南人称之为松茅 采松茅获取燃料 这是靠山吃山的云南人特有的习惯 宜良传统鸭种是云南独一无二的颠麻鸭 颠麻鸭由野鸭驯化而来 野性强而灵敏 麻鸭属瘦肉型鸭种 它的主要食物是水田里富含氨基酸有机制的小鱼 小虾和田螺类 因此麻鸭肉格外鲜美 做烧鸭之前 饲养人会让麻鸭空腹一周时间 清空肠胃 以保证得到品质上乘的鸭肉 每一只麻鸭在成为一粮烧鸭之前 清洗干净后还要身形挺阔 对此周西悦有着自己的绝招 在滇中一带 生长有一种特殊的植物 汉芦苇 它生长在山中 环境适应性强 比起水边的芦苇 桂桿更加坚实 水分少 香气足 周西悦采芦苇通常是整根采集 汉芦苇是制作烧鸭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 北京烤鸭用高粱杆做称筒 宜梁烧鸭就地取材 采用山地自然生长的这种汉芦苇 它不但让烧鸭有坚挺的外形 同时还会把芦苇的清香渗透进鸭肉 用鸭钩吊住鸭 使鸭皮张开 封住鸭身 保持腹内汤水不外流 鸭子准备妥当 就到了兰学城烧鸭的最后一道工序 晾皮 风干之后的鸭子 又要用水润一次皮 把鸭皮再次变软 一干一湿 为的是让鸭皮烘烤时更加松脆 而鸭肉也会更加香嫩 鸭肉过完水 照例把蜂蜜在手掌上化开 均匀涂抹鸭鸭身 然后用鸭钩挂在鸭脖上 两只翅膀用小棍顶开 挂通风处晾两到三个小时 同时腹内注入葱姜汁 一凉烧鸭的烤制使用的是焖炉 为了让炉内火温更均匀 蓝学成在焖炉上花了十几年的功夫 烧制工具有讲究 焖炉用的燃料也同样讲究 北京烤鸭的燃料用木柴 在炉堂里烧成炭镜后 才能烤制鸭子 而遗粮烧鸭却完全不同 它需要专门的松茅结 烤制遗粮烧鸭所用的燃料 就是用松茅搅成松茅结后做成 松茅结燃烧快 能迅速提升炉温 同时松茅燃烧起来 不仅没有烟气 还带有清香 其烧后的灰烬热度 更是均匀持久 松茅不但是经典衣粮烧鸭必须的燃料 还是它能够散发 独特清香的秘诀之一 烧鸭烤制之时 点燃松茅炼炉 三十分钟后 炉体发热 一切准备就绪 烧鸭即将入炉烘烤 等到松茅火苗渐渐熄灭 再焖烤十分钟左右 转动烧鸭让鸭体均匀受热 鸭肉开始透出清香 三十分钟后 通体金黄的烧鸭出炉了 皮酥肉嫩 清香离谷 宜良烧鸭名不虚传 在美食林立的昆明 能走进大街小巷的美食 一定要静得住岁月的洗礼与沉淀 宜良烧鸭历经几代人的传承 获得了来自天南海北无数游客的点赞 离开云贵高原 一定会有烧鹅的身影 在佛山素有无鹅不承认的说法 一大早 也是营绕在他们心里的情节 橘子代表红红火火 鲜花象征花开富贵 罗永强两口子准备的菊树 火石长得又大又红 才是中意的标准 精挑细选后 他们定了两棵 今年稍额当的幸运树 人们总是根据美食的外形 颜色 名称谐音等因素 把美味与美苑结合在一起 这在广东的重大节日时 尤为讲究 北有烤鸭 南有烧鹅 在佛山南海区 烧鹅是烧味里的头牌美食 如今作为食用的鹅 在远古是由红艳或灰艳驯化而来 鹅出身高贵 在古代被视为礼器之一 一直到明代 鹅的地位依然尊崇 远远高过鸡和鸭 那时 判断一场宴席是否高级 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 那就是看第一道菜是不是鹅 开了二十多年烧鹅当的罗永强 也像往年一样 早早地为街坊邻居和员工们的 节日聚餐做起了准备 为了做出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 把好食材这一关才是保证出品的基础 深谙此道的罗永强 多年来的驱车远行只为鲜俄 欧宗鹅肉质肥鲜肥鲜 近六十天的饲养时间里 自由采食 自由活动 即便处于稚嫩的年龄 也能达到脾脆 多汁 骨香的地道口感 一只烧鹅 从选鹅到烤制 要经过八道考究的工序 到道工序都考验着制作者的记忆和耐心 清理鹅身 内脏 其间不能出现任何皮损和孔洞 把烟料均匀地灌入鹅的腹腔 烟料是烧鹅最核心的灵魂 每份烟料的背后 都有制作者初创 改良 适时调整的过程 处理好鹅肚子 用铁针缝合 使脂胃不易露出 用气腔从鹅颈处伸入颈腔 将空气打入鹅体皮下脂肪 与节地组织之间 这不仅是为了让鹅拥有饱满的造型 更为保证在烤制过程中 鹅不同部位的皮 脂肪 肉 得到均匀加热 来 OK 来 汆烫鹅参 让鹅参进一步膨胀 热水了我冲完了 你看我还挺舒服 无关眼睛熟起来 现在已经脏腹腹了 基本上就没什么死角位 我们下一步就帮他 穿多件衣服先了 随后浇临上罗永强自制的糖皮水 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 鹅皮变得紧致 这样可以让烧鹅颜色红润 这就是红红火火的秘密武器 阳光和空气蒸发掉多余的水分 鹅肚子里的烟料 自然也渗透到肉层的深处 在等待烧鹅风干的五个小时里 罗永强和妻子带着员工们 装饰起了店面 将吉祥的物件挂在枝条上 寓意着生意红红火火 大家高高的轻轻 步步高升 好了 上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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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街铭迎来送网招呼客人 繁忙的工作让妻子无暇休息 偶尔也会发发牢骚 哎呀 老板你看一下 每一样都要我做了 哎呀 那些客人来吃饭 只是认识我的不认识你了 你怎么看着牢头 美不美啊 那当然美啊 那个灯笼啊 灯笼好像你那么美啊 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末期 夫妻两人就像左手右手 习惯了分工 也习惯了配合 一个瓦钢炉 最多可以同时烧制八只鹅 为了保证每一次的出品 罗永强只能控制数量 先是红火烤 可最大限度地去除表层油脂 直到鹅肉熟透后 再改为大火慢烤 罗永强需要不断观察鹅身的颜色 来控制火候 火候掌握不好 烧鹅的皮要么色泽不足 要么变焦 这一挂一取之间 绝非简单之事 那时又要掌握那个火候 那个温度 然后就几时开始熟悉了 要晚些火 要去抢火 拿那个皮 那我们就要 整天要看着这些成药 所以离开很远的药 要烧些困惑的药 在广东 大大小小的节日 菜单上都少不了烧鹅 红通通的模样 顺应了广东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色泽红亮揚眼的烧鹅出炉 抽出下腹部的钢针 鹅汁流水般地飞溅到碗碟中 枣红色的鹅皮酥而不腻 肉厚而不柴 鹅汁风盈充沛 清亮爽口 一口咬下去 松松脆脆 汁水丰富 越嚼越香 虽然餐厅里愈加忙碌 但罗永强还是亲自下厨 给员工们做一顿丰盛的大餐 犒劳大家 夫妻俩经营餐厅25年 非常珍惜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 只要团结一心 事业就会红红火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 就是红色 火焰红红火火 是隆重节庆里集体的狂欢 更是稍微压皱菜的隆重登场 与佛山毗邻的江门 同样是广府文化的代表城市之一 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这天晚上 北坎村照例都会举办一次 规模盛大的村宴 村宴的菜式简约质朴 但烧猪肉必不可少 而且只有它的登场 才显示出村宴的隆重 村宴中主打的菜品 烧猪 需要在附近专做烧猪的酒楼 预先定制 李雪峰就是这家酒楼里 专做烧猪的主厨 烧猪烧猪就代表大富大贵吧 以前风的大这样 太有了猪 春节的时候反正感觉 特别开心嘛 要有烧猪去了 现在可以说 每一天都可以吃 三个水平起高了 烧猪作为一道 意义非同寻常的大菜 始于中原 胜于广东 烧猪寄托着广东人 崇拜祖先的风俗 直到今天 每逢清明时节 广东人都会以家族为单位 抬着烧猪浩浩荡荡扫木祭祖 烧猪的意义 早已超越了一道菜 而成为家族兴旺 事业红火的象征 李雪峰一直沿用古法烧猪 以两米深的瓦窑为器 以散发淡淡果香的甘树汁为燃料 这样烹烤的烧猪 皮脆肉香 当地人称为画皮烧猪 在江门 从盛大洁庆的主角 到平日餐桌的常客 烧猪是一种仪式 更是记忆中的一种味道 烧猪的火攻技巧 易懂难经 为此 李雪峰在当地 拜访了很多记忆高超的烧猪匠人 然后反复试火 不断推敲 才渐渐领悟了 古法烧猪火攻的精妙 这道工序 烧猪的行家们叫做放针 目的是让猪肉更加入味 调味料则包含了三十多种香料 经过三十分钟的腌制后 整猪正式入炉烧制 六十公斤重的全猪 没入两米深的瓦炉 炉内虽然没有明火 但热气逼人 无法窥探全貌 对于火猴的把控 行家们也只能全凭经验 控制不好的话 可能下面可能原权是 烧焦了 黑了 下面还没熟 因为温度像中下的 像中下不一样 所以一定会比较好 此时炉内温度高达三百多摄氏度 炉温过高或者过低 都会影响烧猪的品相和口感 三十分钟后 猪肉质地开始变硬 表皮呈现淡黄色 此时烧猪要进行第二轮放针 把里面这个油分解出来 这个皮会感觉比较瘦脆 再次入炉后的烧猪将完成画皮的精妙转换 多年的摸索和领悟 李雪峰已经练就了听声变火 看烟变火的绝技 持续的热力 催动猪肉的表皮 开始冒出无数的小气孔 并且不断地发出节奏均匀的琵琶声 在李雪峰听来 这就是最美妙的旋律 因为它意味着烧猪即将大功告成 经过两个多小时火的历练 烧猪新鲜出炉了 琥珀色的表皮散布着均匀的气孔 所有酥脆的秘密都暗藏其中 被密制酱料浸透了的猪肉 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层次分明 姜汁饱满的烧猪肉 犹如一颗颗火力十足的炸弹 只带舌尖引爆 蘸上白糖 一口下去 翠响震颤口腔 高僵炸裂开来 在唇齿间回旋萦绕 中国人精于饮食 更精于烹饪 相同食材在不同地域 用同一种做法 却能呈现出不同风味 与其说味道的不同 不如说是风土人情的不同 稍微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 独占凹头 上得了厅堂 又扎根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 中美节奏 guitar 中美节奏